我叫Yumi,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,今年21岁,来到了UEA诺里奇,就读法律系大二。 我读的这个课程是叫UK Transfer Program,我在马来西亚已经读完了我的大一,当时选择法律是因为我看了所有大学的课系,发现法律系是唯一一个不用数学的,这个专业是真的很好,读英国的法律,然后英国的法律可以在马来西亚里用,是因为马来西亚是英国之前的殖民币。 在吉隆坡长大,全年都是夏天,都是三十多度,一定要有车子,家里一定要有空调。 那这里没有太阳,我的医生告诉我说要来这里买这个Vitamin D3,可以代替阳光给我的饮料。 因为我们是不同的种族在一起,所以一个日历里面,你会有阳历,然后你最旁边有很多很小个的字,就中文字,那就就是农历。 然后你在旁边还有一个很小的字,就是阿拉伯字,因为我们是穆斯林国家,我们也是有跟着穆斯林的回历,然后我们也是有印度人,印度同胞,也是有印度字在那里,大米文。 对,所以就一个日历,它的那个日期,最大的号码就是杨历的号码,然后有很多小小个不同的语言,在包围着那个格子。 那个你可以知道,你的有印的马来人几时过年,你可以知道你的印度朋友几时过年。 法定的是两天,如果你是读华人的学校,或者是华人的企业,假期可能会再长一点,那也是有会特别放四到五天。 对农历信念的印象,我觉得马尔西亚还是非常传统,除了普通贴墙壁的春联之外呢,还有一些拜神的一些用具,你知道吗,就是蜡烛啊,灯台啊。 供品一定要事先供了,过后才能吃。 大年三十的话,以前呢我们会在家里吃,但是现在大年三十呢,我们都出外去餐厅吃了,可以轻松一点。 我,我是福建人,我爷爷告诉我说,过年呢,我们有出八,就福建人的过年,很忙,很忙,出八还比大年出一更加忙。 出八的话呢,早上就一样准备供品,都是爷爷爷来准备的那些食材,要怎么摆,什么食物代表什么意义。 忙晚上要烧的那些剂品,然后你要准备烧猪,到了晚上先吃饭,吃了饭呢,就等时间,等时间过。 过了十二点准时就可以开始烧了。 我是从小就,是爷爷跟奶奶带大的,那父母就去工作,早上就把我送到爷爷奶奶家,然后晚上再把我接回自己的家。 奶奶,他要主动的想要跟我们亲近一点,但爷爷的话呢,他会比较被动,所以我们就比较亲近,主动的那个奶奶。 是喜欢奶奶给我做的饭。 这是我第一年来到英国,然后也是我第一年自己一个人过春节,没有家人陪伴的春节。 我的家人就整个家庭,包括爷爷奶奶,然后叔叔阿姨里面,我是第一个上到大学的。 家人给我的条件还挺好,他们把他们最好的给我了,这个是想要感谢他们。 我今年的新年愿望是,我想要赶紧毕业,考到自己想要的成绩,这是第一。 然后第二个愿望呢,就是想为自己的家人做点什么吧。 穆多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